莫昭神君覆面朝下 被削断的长发满地凌乱 星红的血迹正在晕眼他月白色的天衣 悬疑低道 他死了 扶苍上下打量他 似是没见他受伤 凡人才撑死 神族只有殒灭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悬疑更加错愕 他少见得有些反应不过来 等等 让他理一理这个情况 扶苍刚才在剑舞 他为莫昭神君他们掳来鲜梅林 扶苍出现在鲜梅林 莫昭神君死了 悬疑呼得害笑 这家伙居然在朱轩玉阳府动手杀了神族 他伸手在扶苍额上摸了摸 难倒他失心疯了 扶苍侧头避开他的手 捡起唇云 在莫昭神君的衣服上擦干净血迹 弹道 这是给他们一个小教训 一扭头 见悬疑换出竹阴白雪 居然打算把这几个神君埋了 他只觉得才吞下去的满肚邪火 又冲上了头顶 做什么 消灭罪证啊 悬疑特意把买好的神君 往仙梅林的普通鸡血那边堆了堆 防止被有心者发现 被他这样毁灭证据 他们不殉灭也得殉灭了 扶苍额头清津乱蹦 再把这几个可怜的神君 从竹阴白雪里面扒出来 完全忘记他们是自己揍晕的事实 不许再动 他将这莫名其妙的龙公主 一把提起转身便走 悬疑昂高脖子定定地看着她 她的下巴犹如美玉 两片脖唇犹带怒意的微眠 算是察觉到她的目光 她便低下头来 幽黑的眸冷冰冰地与她对视 她眨了眨眼睛 扶苍师兄的剑舞跳完了 她声音很淡 嗯 她娇声软语 一跳完就来救我 扶苍师兄真是关心我呀 扶苍像是没听到 龙公主一句半开玩笑 半带讽刺的话 好像突然戳中她某个软肋 潜藏在内心的无数恶意 毫无道理地钻出来 她急不可待地反击 却发现无话可说 踏出仙眉林 呼听不远处 传来一阵清脆的赤金铃声 悬疑转头一看 果然见满头铃铛响的飞连神军 与望书神女朝这边行过来 见到他俩 飞连与望书似乎一点都没有意外 飞连神军还满脸冷笑地打量悬疑 目光特别在他右腿上转了半日 悬疑笑应地开口 神军的头发如今看着 十分柔顺光滑 我别放心了 飞连神军登时沉下脸 胆大抱天的小鬼 我还有账没和你们算清 即日你们自己掉在我手上 我费了你一条胳膊 再打断他一条腿 看你们以后还嚣张不 身后的望书神女突然开口 飞连神使莫要冲动 我等即日前来 另有要务 飞连神军冷道 神女 这小混蛋 十分诡诈凶险 当日将我狠狠戏耍一番 他那该死的爹 又对我这般侮辱考打 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还望神使看在竹音师公主 与我有同窗之意的份上 莫要将怨魂挂坏 这话一出 飞连神军瞬间变得平和 喊手 神女如此说 我便不气了 嘿 这狂暴的飞连神军 这么听望书神女的话 悬疑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望书神女 缓缓走至悬疑身前 那道无形的目光 又一次缠绕在自己面上 带了一失研判 悬疑不知他究竟何意 索性一言不发 坐在扶苍的怀中 歪着脑袋朝他微笑 扶苍突然开口 网书神女 有劳了 不知神女 遇在何处失望 网书道 我方才与飞连神使 在整个朱轩玉阳府内 寻了一遍 氢气最浓郁的地方 正是这座仙梅林 反请神君与公主 一步临终 哎呀 那几桩罪证 还在鲜梅林中躺着呢 悬疑默不作声地被抱进去 果然飞连神君 望着地上晕死的几个神君 又开始冷笑 哼 两个心狠手辣的小魔头 他撒开月纱 将他们抓住 神女 他们几个怎么办 他们歇时公主 须得管教一番 有劳神使跑一趟 把他们送还给黎柱帝君 是他的弟子们 飞连将莫昭神君翻过来 在他左边的耳朵 被切开的一道口子 头顶的头发 也尽数被削去 露出发亮的头皮 看着反倒有些滑稽 那个叫扶苍的小鬼 见到是不是有精进了 飞连神君心中暗自嘀咕 用月纱 拖拽那几个神君 离开了鲜梅林 扶苍神君 可否让我看看公主的伤处 望书神女指尖轻弹 空荡荡的鲜梅林中 忽然便多了一张水晶桌 一副水晶椅 悬疑心中哑然 这一手他也会 扶苍将它放在水晶椅上 撩起裙摆 将裤管卷起 白布拆开 有劳神女 望书神女用手轻轻摸了摸 挤进全域的伤处 见悬疑的目光 总是落在水晶桌上 踏遍青道 悬疑公主 我本是阴山龙神后裔 而阴山一脉 在上古 曾隶属竹音室 点水成冰 我自然也是会的 哦 这样啊 悬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谁知望书忽然又到 代公主年满五万岁时 可愿姬替我 做着望书一支 悬疑千算万算 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女神一开口 竟然是邀她 做阅神望书 当即愣住了 阴山一脉早已掉领 我也不再年轻 更无婚嫁生育的念头 望书一支 须得神力阴寒者 我思前想后 唯有悬疑公主 最为合适 何况朱音室天生强横 公主若坐着望书 必然比我要强受许多 请公主考虑一下 这高帽 一点点地砸过来 砸得悬疑有些头晕 她待了半日 祈祷 神女特意前来 朱轩阳府 莫非就是为了要我 做将来的望书一支 望书缓缓 坦白说 我十分不惜竹音室 一贯行使风格 然而 一位与我有恩的帝君 开导了我 与我私下里恩怨比起来 天地规则更为重要 望书一直说重不重 说轻不轻 还是要最为合适者 方能担当 公主不必急着 今天没答复我 我期盼 今日的一场善愿 可以让公主 在五万岁时 多一个选择 她从怀中 取出一支青色丝囊 内里幽光冷灰 正是一粒粒月华之精 悬疑眼睁睁地看着她 将它们倾倒在自己右腿上 一阵清凉舒缓之意 瞬间一开 这些泪珠般的月华之精 竟穿透伤口 毫无阻碍地 进入竹音式的体内 很快 被染黑的月之精华 又一粒粒 从那右腿上渗透出 望书神女 凌空一抓 其内的软刺 便被拉扯出来 拳头般大小的一团黑气 细细蜜蜜 一根根 犹如牛毛 在她手心缓缓地旋转 十万毒药软刺 都在这里了 望书神女指尖轻弹 牛豪般的软刺 煞时间化作冰屑 一寸寸断裂开 再也不留一丝痕迹 悬疑沉吟 望书神女 谢谢你 那位有恩于你的帝君 不知是哪一位 我应当登门拜谢 望书神女把月之精华 装回私囊 却不回答悬疑的问题 只是起身朝扶仓再一次行礼 此间事了 反起扶仓神君 转告清帝陛下 先前的恩情虽然还清 但我又欠下帝君的遗见 开导之恩 他说完 转身便飘然而去 竟丝毫不拖泥带水 扶仓弯腰 捉住脚踝 重新缠好白布 将裙摆抚平 对面的龙公主 居然一反常态 一声不吭 他抬头瞥了她一眼 他也正好垂节看她 隔着纱布 她的神情幽静而平和 这片目光 竟让她想起 花黄仙岛初见时 她优雅外表下 藏着的深深的疏离 扶仓避开她的视线 再将她打横抱起 冷不防她开口 声音绵软 原来 是亲弟陛下出面 扶仓师兄 你 方才被她压下的那些恶意 在蠢蠢欲动 她现在 一点也不想听她说话 闭嘴 她快步往仙梅林外走 悬疑哪里理她 都是因为扶仓师兄你 我才受了伤 你这个赔罪 我接受了 赔罪 扶仓吸了一口气 脚下猛然停下 她拜托父亲 去找旺叔神女 本意十分简单 悬疑受伤 毕竟与她有关 于情于理 她都不可能毫不过问 她的骨子里 终究还是 重礼平和的华叙事 若能因此 消极一桩莫名其妙的斗气 那便最好 她没有想过悬疑的反应 其实她寻了旺叔 替她智商 何尝没有了去念缘 从此形同陌路的念头 可她此刻 给予她的回应 让她浑身上下的刺 都开始疯狂生长 赔罪 她 给她赔罪 扶仓冷笑一声 抬手将她歪过来 看自己的脑袋 重重按回去 疼得她大叫 狂涌而来的敌意 令她欲其阴森而犀利 给你赔罪 做梦 清语台 依旧歌舞升平 一盼热闹景象 悬疑的短暂失踪 显然没什么弟子发现 倒是古廷看见扶仓 将她带回来 不由其道 哎 你放在哪儿去了 扶仓的剑舞 你都没看到 悬疑板着脸 使劲伸开 扶仓的桎 落在腾空的软椅上 才怨天充气的开口 我没兴趣 他俩好好的 怎么又斗气了 古廷懒得自找麻烦 只笑道 扶仓 风层的剑舞 为何只跳了半圈 扶仓自珍了一杯酒 一气喝干 我练剑 并非为了剑舞取乐 坏了 看来他俩这次斗气不小 扶仓居然气成这样 古廷索性不再找话题 倒了一杯酒 准备敬芝西 谁知芝西方才还在这儿 这会儿却不知去了哪里 古廷满心疑虑 今天他们几个 怎么一会儿在 一会儿不在的 搞什么呀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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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